hello,hello 主要是否再吃飯? 這個時候要做直播 哈哈哈哈 你是否準時吃飯的朋友? 我有時會早吃,有時會之後吃 我沒有定的 OK,沒關係,我怕影響你 你有沒有定的? 我定的,我盡量不偏夜 是嗎? 可能是6點 如果家裏各樣東西是容許我 就6點多中吃 我認識有些人 好夜吃飯 活到100歲都是這樣 是嗎? 這個可以說 又可以說 這個可以說,因為一夜吃 你知道現在網上那些 有些人說 夜吃就會早死 你會消化不了 但我認識有些人 他百歲都是這樣 有夜睡 經常找我 即是變成 在這邊的,在東岸的? 不是,在香港的 哈哈哈哈 我到處飛來飛去 我認識一些 我們還有1分鐘 是嗎? 那我可以跟你聊些 Casual 聊 Casual 聊 邀請到觀音廟大師 進行重驚祈祝 會參加者 都可獲盡開光 不過我的意思 不是叫人 硬吃 定時吃 當然有定時吃的好處 譬如人 人都比較定 但是 不是一定 是說會 長命些 還是會健康些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我們經常想著一樣東西 一通就算了 但是其實你想想 吃什麼都很重要 譬如 我定時吃的 但是吃的 吃快餐 和你定時吃的 吃的都是魚翅 那些 那些 你想想那些油的質素 燒不消化得來 睡那張床 是不是有很多污染 那個環境 環境是製造很多因素的 所以我們越是明白 環境 是什麼製造的環境 什麼製造是純不純的呢? 我們才可以明白這件事 來了 開始了 健康大數據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日落逍遙的時段 4點09分 今天倆何恨就在直播室 和阿哲博士分享一下 一些健康的大數據 記得星期五的時候 的節目時間 就和阿哲博士說了關於 水 軟硬水的一些資訊 今天阿哲博士 開節目之前 好像一個輸送帶一樣 給了很多資料 在這個鐘頭裏面 和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大數據 我們首先叫阿哲博士出來 阿哲博士你好 何恨你好 這個鐘頭我們未試過 Hello 哲博士 Hello 聽不聽到 可以嗎? 可以嗎? OK 看看能否收到 有沒有 有沒有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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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收到 想問你關於軟硬水 還是剛才 你的輸送帶給了很多數據 我應該說哪個才好呢? 全部都是同類的 同類的 首先很開心 第一次我和你是這個鐘頭 對 要慶祝一下吧? 對 你說起水 水有很多因素 水的影響大 不過因為我們上個禮拜 說起軟硬水 而聽的朋友 也可能是第一次聽 軟水 我們為何要做軟水呢? 因為很多人發現洗機 和洗碗碟機 都有點壞 它就索性 換成軟水 因為是硬水 還有一個水爐 那些水呢 當它有硬水的時候 也是等於礦物才會製造硬水 那這個礦物水呢 其實在超市 很多地方你會給錢買的 在餐廳裡 要不要喝一些 Perrier 或者喝一些 Pellegrino 這些 全部都是要貴一點的 但是在家屋裡面 不知道做什麼事呢? 有些人就會說 不是呀 我要換做軟水 怎樣做軟水呢? 首先100間屋裡面有85間屋 都是硬水來的 在整個北美這邊 所以85%是這個硬水 而換做軟水要做什麼? 要泵一些鹽份 裡面呢 才可以代替鈣和尾 而我們上個禮拜討論 其實這件事 究竟不是一件好事 在我們要明白這一點 首先要問一下政府 首先就已經有加州05年 和德州之後 都已經是不給用這件事 因為它發覺 處理一些水 可以買到 你可以不告訴別人 或者怎樣 你可以搬到另一個州 也可以使用 而為什麼會出了這個問題 因為發覺 處理水質素的時候 貴了很多 以及整壞一些東西 以及對環境 譬如日南的草 草的植物會死 就是會有影響 不過人就沒有死 沒有即死 製造了一個爭拗 在江湖上面 究竟軟水好些 還是不好 如果你問一些人 針對頭髮的 就發覺用軟水的 頭髮有點脫 甚至洗得不乾淨 有很多繁乾 甚至在這些軟水裡 洗的效果不太好 變了 即使洗得不乾淨 對,洗得不乾淨 你會發覺 為什麼會這樣 好不好 但始終 沒得爭 就是對洗碗碟機 以及對洗衣機 以及搵水那樣東西 好 以及對你的電費單 因為當很多礦物 滾起上來 它就會黏起來 黏起來的時候 那一疊疊疊上 第一會塞喉 會令水喉的壓力又高了 以及去不了 另外 就是它會令到你的電費 煤氣費高一些 因為你現在要煲它久一點 它才會煲得熱 所以很大機會會壞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由身體健康 他們就發現了 飲開硬水的人的心臟病 那些情況好過 飲軟水那些 因為飲軟水那些 他們是 第一 如果腎有事 就不能喝咸的水 有多了鹽份 也不能喝的 其中一個問題 但是在味蕾上 你喝的水下去 有些朋友說 有些 milligram 黃酮 有些產品 那些甚麼 但沒有這麼大的味道 大家也要留意著 反而剛才有一點就是 趙博士奇在數據上 是否看到如果喝軟水 是脫頭髮的數字多了 還是硬水 因為這個都爭議了很多年 是的 首先數據說不用喝 只要洗頭用軟水 頭髮就會增加脫頭髮的跡象 和不乾淨 原因是因為它會閉塞 首先洗頭水已經是 在軟水的環境 所以洗得不乾淨 塞了些東西和鑽了些菌 很多時候會拋頭髮 又結了膠 然後脫頭髮不生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是的 硬水又未有這個數字 首先是硬水有很多礦物 所以沒有這個情形出現 當然不會說有心臟病 喝了硬水 那身臟病就好了 不是這樣 是反過來 沒有心臟病的人 有些喝硬水 有些喝軟水 硬水的人 就沒有這個情況出現得那麼密 而軟水那些就密很多 當它發現為什麼呢 就看到因為那些礦物 現在換了 又沒有鈣又沒有尾 平時一般的人 是不吃這些營養補充的東西 一般的人是吃什麼 就吃什麼 我剛剛跟你開始的節目 那些都說起 你問我吃了飯了嗎 有時候我早點 有時候晚點 不過我有些朋友 是接近100歲的那些 他們是不定時吃的 但是他們很開心 很健康 這是一個 從數據 希望各位聽眾 聽我們節目裡的朋友 我們不是有一些必然的答案 只是在大數據裡面 帶到一些的訊息 可能你們不同的渠道裡面聽到 又或者是大家可能是口耳相傳 或者是世代 爸爸媽媽提你提一下 提一下提一下 印象上 好像是這樣 如果你說純粹吃東西那方面 吃飯來算 當然是定時吃飯 第一 第二 你要早吃飯 因為方便消化系統 有充裕的時間 將一些你吃了下去的肚子 或者是胃酸做處理的時候 就可以不用將一些食物消化不了 就留在胃裏 然後就沒有消化 因為如果你月夜睡 就是吃完月夜吃 然後消化的時間都不夠 就會令到那些食物 在胃部那裏 就變成一些不太好的東西 反而夜吃 不定時吃又沒問題 聽起來真是一個很好的資訊 是啊 如果對方願意出來說 我認識了這樣的情形 我又說多個情形給你聽 我認識一個人 他很不舒服 整天都定時吃 例如6點已經吃完飯 8點就睡覺 身體非常不健康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知不知道他每天晚上吃飯 喝一個齋啡 再加上他吃快餐 通常是喜歡吃炸雞 炸的食物 你想想 定時但選去吃炸的食物 和喝齋啡做晚餐 有七天裏 除非他跟我吃 他平時是 為什麼會這樣選擇呢 喜歡 我不可以說他喜歡 喜歡 喜歡 所以這就是帶入定時的食物 所以定時不能夠代替吃什麼質素的食物 我們就帶入軟水 很多人用軟水 想著水質好 現在說有問題 連政府也有一些問題 有兩個政府也有問題 其實有沒有農藥 殺蟲水 在軟水上 其實軟水 我其中一條連結給你 一份東西給你 就是 他們由大學的報告 就說 其實那個 做軟水 是不會去 一些 不會去多少用東西呢 不會去農藥 不會去圓 亦都不會去這些叫做 細菌病毒的東西 不會去的 就是用軟水 用來清洗 比如蔬菜 或者水果 都去不到的 去不到 它只會去到那些硬水 那些礦物 令它軟化了 但是它完全沒有去到 譬如如果有大腸鋼菌 有些什麼 它不會去拿走那樣東西 你要再做多另外一個步驟 才行的 嗯 是的 但有些朋友這樣說 其實上星期做完節目 有些聚會 都跟朋友分享 因為他可能 其實在家裏有些部分 有些朋友說 我其實分了兩條喉 有一條是軟水 有一條是硬水 有一條是硬水 那他們如果這樣去交替 交替 一定要 譬如聽原來節目 可能會換頭髮 可能洗菜洗水果 不是那麼乾淨的時候 他們這樣交替用 又會不會好些呢 差很越難 你開始明白了 其實我們擦牙 擦牙 擦牙 不要用水喉水 因為 除非你處理過它 因為那副牙 你應該要用一些 有少許鹼性的水 但不是軟水 軟水又不是鹼性的水 所以你怎樣令它有鹼性的水 你要特別處理它 所以喝的水 又未必是想這樣 或者你淋到一些花 你未必想淋一些鹼性的水 因為可能那棵植物 喜歡酸性的水 所以 你要好看 其實什麼部分 用什麼水 是很重要的 嗯 主角士 或者歡迎各位大家留言 650-382-208 關於軟硬水 自己生活上有什麼體驗 我們這個時候 先聽聽後話 轉個頭髮 今天會和趙博士談到 我們5點前的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留言給我們 轉個頭髮 繼續趙博士 實在超級 八足盤采 令腹鬆 被製包汁解凍之後 火鍋爐上加熱即食 美美快支 靈靠熱線 510-764-441-9-808-super.com 田木林牙醫博士 全美首個引入兩台 Yumi機械人技術 力輔助種植牙的先驅領導者 Yumi支援微創手術 幫助患者減少出血 減少疼痛 傷口加快愈合 美國食品藥物監管局 唯一批准使用的機械人 一次性完成筆牙 直骨和種植手術 大大縮減四至六個月的時間 想了解 Yumi智能種植 居然聯繫 灣區專科種植及矯正中心 五間診所 電話 510-939-7246 415-6562868 415-6562868 最近也不知道走什麼 混蛋了 什麼事那麼嚴重 我兒子咧 嫁人生日咳 媳婦又被避失 孫子又是整天到身上痕 手手腳腳腫了起來,腫紅了 有我去看醫生嗎? 當然有,醫生只開了敏感藥給他們吃 沒什麼用,病情也沒有好過 病情這麼像我上個星期看那篇煤滾文章的內容 他們說這些可能是感染煤滾的症狀 你家裡有沒有試過發生漏水或水浸屋呢? 好像有,今年一月份那次大氣河風暴 暗風暴徹,屋頂又漏水,瘡框又滲水,大地板更濕了 但是我一早弄好了 那你有沒有燒煤完才弄? 那又沒有 那你家屋就有機會發煤了 快點找MyPL & Villamon環節性公司 他們的專業服務一定可以幫你們解決問題 快點去星島摩摩打網站登記 記住是www.moremallda.com 或者打字號650-808-8884 耳熟能場的歌曲 阿里山、澎湖灣、鹿港小鎮 今次要親自去看看 由美加旅遊主辦 台灣上映阿里山、愛婆澎湖灣 海鮮家風味美食、九天河華之旅 由美女領隊阿美親自大隊 2024年3月16日出發 遊覽美景阿里山、澎湖灣、日月潭、鳳甲夜市 乘陸港小鎮三輪車及體驗鐵道自行車 享受美食、鹿港風味餐、刀山風味餐 蒸龍海鮮煉、華洋料理 食品大蝦海鮮火鍋、風味龍蝦海鮮餐 鮮蒸龍鍋、兵展台菜、兵業火鍋 還有頂太風 美景加美食、九天油全包價 包舊金沙來回機票 澎湖離島和返機票 酒店、門票、小費和三餐 每人只收2,888元 團費會隨機票漲價調整 報名重速 歡迎來電 美加旅遊查詢及索取行程 電話650-589-900 媒體鎮座 《星島日報》 《星島中文電台》 話報訪口中心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星島中文電台》 何亨,你好 我們繼續 講關於病和水 如果有些農藥在裏面 例如有一種品牌 我以前見過的叫21秒 21秒噴進去 蟑螂就會震了 然後神經線握著 然後就死了 但是因為我那時在馬來西亞 他們噴除了噴在地上 他順便噴在一些水果上面 有人想起 噴在水果的蟻就不會生氣 那些水果滲了 我剛好吃過這些東西 我都震了 哇,很重要 當你噴了下去,滲了下去 那這個呢,我就想帶進去一個病 叫做百金遜病 百金遜病 通常男士60歲以後 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死神經線 死了神經線的細胞 之後很多東西就會不順 例如腦子跟其他身體說話溝通 就有問題了 這些百金遜病 雖然不太知道來源是怎樣 知道有時候也有些基因有關 但是基因始終有個開始 他們發現了有一件事就肯定了 就是跟農藥很有關 特別殺蟲的水 那些 你想想外面 如果你用開這些 或者隔屋用開的那些 那就會很容易 大家用同些水喉 那就變成進來了 所以軟硬水做軟水是去不了農藥的 要特別再處理過 這些叫做filtration 但是比filtration好呢 就是看一看地址 你其實一給你住的地址 譬如你現在的ZIP Code 美國有一個ZIP Code 美國就有製造一個ZIP Code 就告訴你 你的環境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試一下做一個這樣的實驗 譬如如果你放在Oakland Oakland加州94501 你放在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在裡面 94501 他們就發覺是East Bay的Municipal Water 有100多萬人在用這個水 然後你就會發現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一按下去就看到了 看到它那些情況 譬如有三樣的成份 是超越了某些guide line 而有14種總共的 這已經表現了 上去網站檢查就可以了 很容易的 可以檢查的 這些東西周圍都有 其中一個叫做haloacidic acid 即是有酸性在那些隧道 我們不是做過節目說關於牙齒嗎 最重要的牙齒是用簡性 簡性的牙膏也可以 簡性的牙膏 簡性的水去朗口 這些全部都有很多數據 很多數據關於牙齒的口腔好 怎樣知道在Oakland Oakland你會找到 它超越了酸性的成份 超越了415倍 在94501度 另外一隻 另外也是同類的 又是酸性的 而這個叫做HAA-9 超越了603倍 超越了603倍 這些數字如何應變 需要買回檢測水的含有 例如酸鹹 程度那些去到什麼顏色 所以其實都要學習一下 網站上面 市政府都可能會提供到給你 但是我們喝下去那口水 看到很清澈 不肯聞沒有味 先喝了 可能帶來有很多效果 是的 所以我剛才提到 總共有3個超標 第14種不同的成份 都是進入了水 看看什麼病 是會被這些農藥影響到 第一是抑鬱 神經緊張 小朋友很難集中到去上課 上課 大人也有少少影響 不過小朋友更加多 百甘遜病 60學的男士 癌症 甚至那些血癌都有 所以這些你就會看到 還有這些是大的數據 有些小數據不入圍 但是都影響很多人 就是糖尿 還有首先睡眠窒息都會 因為睡眠窒息有其中一個部分 是你有沒有試過 在做電台 忽然間睡著覺又不會的 又不會窒息 通常是所有人在睡著覺 某些人才會有睡眠窒息 是在睡眠前出現的 你平時醒的沒有東西 和學睡症是不同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剛才趙博士說的那個 我是在娛樂圈有兩個前輩 是出了名的 他是任何時間坐著 不和他聊天 或者是在聊天 開會 甚至是在做節目 如果有些拍檔 他就睡了 但是一醒他就聽到我們說話 之後接得回 他睡覺睡得出了名 這些不是學睡症 他是很容易睡著 然後睡著的時候 好像不是在休息 因為一起床 他就能回答我們說話 所以變成有些這樣的情況 你在睡眠那一刻 發生這些情況 為什麼呢 就是那個腦 和喉嚨 那些溝通的問題 即是他不懂得釋放 是其中一個元素 但是另外有些人 是因為他長期不夠抗脈 都會的 他如果不夠抗脈 他慢慢呢 就身體會缺 缺呢 在維他命上借著 借得多的 就負資產的 那些維他命 在那裏面 喉嚨吞的位置 鬆了 那就變了 很多時候 首先上一年紀 即是會咳嗽 即是口水倒流了 然後下一步 就由倒流那裏 還要睡眠窒息 又有些這樣的情況 通通都跟這些農藥 影響一些水質 慢性影響 影響得差不多了 那就來了 那就大家不知道什麼事 當然就很趕去看 或者去看看 吃一些維他命 到那時候再補回 但是那些細胞 如果是傷了神經線的細胞 就很不回 就算回了一點 就算你不找到一個因素 不夠快去找到一個因素 是一直拖下去的 嗯 那些博士 在數據上面 看到其實 農藥都幾影響人的健康 陸陸續續 其實這些數字都不停聽到很多 只不過以你的 可能生活上的一個小貼士 又或者你看到 在市場上面 即是農藥 它又沒有一個農藥標準給我們的 即是在標籤那裏沒有的 好了 接著大家可能是 譬如有機 就著重了在某些 你的品牌呢 它都會有一個提示給你 就是這一種 就是有機的 就沒有農藥的 都有一些 買的時候 大家會知道 但是一般可能我們普羅大眾 其實看價錢 幾千斤 就是幾千斤 就是幾千袋 那其實處理農藥的方面 才是放在厚一點錢 那有沒有些什麼步驟 就是洗乾淨一點 或者是怎樣 會不會有些好一點的方法 幫到大家呢 以你的了解 我可以跟你說 如果我們只是比較 在奧克林裡洗菜好 還是在三藩市那邊 只差一條橋 那裡洗菜好 那你就會很有趣 就會發現 就是 兩道都有兩道的問題 但是呢 我可以說 三藩市就絕對沒有奧克林的問題 一放進去就馬上知道 我當一放進去 三藩市 我放在94016 裡面 94016 就馬上出來的數據 完全不同 跟奧克林剛才那條數目 相差幾遠 相差幾遠呢 就是當我洗菜 原來我洗菜 我不會有剛才那個 那些這樣的情況 因為水公司都不同 我按了下去 都不同 那些政府的數據 那看到就說 咦 原來三藩市 它超標了二百多倍 是跟電池的廢物在裡面 但是它就沒有剛才那三隻東西 在裡面呢 那些超標的那些 沒有那些 是 那你會看到就說 那就是說 至少超標的情況 沒有同一類的 而我們 其實擺 擺醋來洗菜 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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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鹽去洗菜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洗水果 對 可以不可以的呢 可以說就是 它的能力 功能 會提升 比你用普通 什麼都不做的水 絕對高了 你最大問題是什麼 就是擔心 那些水裡面的成分 你不清楚 加了一些鹽 或者加了一些酸的東西 那些醋的東西 它跟那些東西生產了 一些毒出來 一百四合 對 更毒一些的 走出來的 我剛才就擺了給你 看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過 看你住哪裡 所以最好就是 譬如 如果你住哪裡 在哪裏 扔給何鏗 然後何鏗給你看看 就是這樣 然後你會發覺 如果真的知道這些數據 其實上網可以找到 政府有放出來 你會說 那我不買那裏了 是不是 我不買那裏 你有沒有看到 上個星期 加州那邊 有個地方叫做 San Diego 那裏呢 水浸 那些車就浮走了 什麼 如果 如果 偶爾會發生 就偶爾會發生 但是如果 每年都有三宗 可能會不同 那些人會說 我不住那裏 就是 你會開始見到 那些人的知識 特別 那些數據走出來 如果你懂得找 你會發覺 真的 爭條橋可以爭 很多東西 是 那些稅未必爭那麼遠 可能是 那些地稅 那些地稅不爭得遠 是吧 說了一個 哈哈 馬上說起 我們先看看 在你生活處的地方 原來除了 可以買到一些 驗水的東西 在網站上 都可以讓你找到的 政府有 給你參考一下 也都代表什麼 生活上 天氣有點不同了 或者發生了什麼 都可能會有少少變化 我們先看看 然後回來 繼續大家健康大數據 健康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星島中文電台 你不正收聽的是 星島中文電台 粵語台 龍年內臨好運騰飛 春興珠寶盛祝祝你新的年龍馬精神一整年 眾多瑞士名標 名傳珠寶頂級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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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否繼續 都夠材料 講多了 講到尾 即是水的方面 夠了 我講了二十幾年 都未曾斷了資料 所以 可以講這些 沒有啊 你剛才說的 是非常好 讓人有些醒覺 在哪裡看 不過真的 我一看 雖然三藩市那邊 沒有奧倫高 剛才我講的 頭三個成分 但是三藩市 有十一樣的超標 奧倫市是三樣的超標 即超標 比較多 所以變成 你過濾 你要看清楚 我是不是長住在那裡 那我要怎樣過濾 以及不要過走了 我的礦物 你過歸過 你過了那些 那些有毒的東西 但你不要過了我的礦物 要不然我 你會弄得我 不能喝礦泉水 這個是要注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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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大自然的奇幻 全程得食美食 一日接一日 升級九寨溝酒店內自助大餐 成都升級入住周濟五星酒店 不可錯過的梁神美景 說了這麼久 什麼時候出發 分別3月18號和4月8號 舊金山出發 忍受2999 包括舊金山來回機票 還可以體驗中國高鐵速度 價格會隨機票浮動上漲 你還不是找民警家旗報名 415-876-7888 876-7888 876-7888 媒體近座聲讀報聲島中文電台 SF-CVIC華負訪行中心 價義聽覺 精彩媒訓 交通燈號 專門城市接受 星期一至五 吉樂逍遙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今天的主題是健康密碼 我們喝的水是否健康 裡面有什麼成分 在不同的區域都會有一些 不同的污染 或者不同的情況 我們先叫趙博士出來 趙博士你剛才提及了兩區 我相信聽到節目朋友也很有興趣 分別在屋倫和三藩市 你見到政府的一些內容 在網站上告訴大家 在哪一方面是超入標 你見到現在 我們看看 我們應該如何自處 或者如何處理好呢 我看到剛才在廣告 聊了幾句 既然屋倫有三樣東西超標 剛才也說了兩樣大的東西 但是三藩市 雖然它沒有三樣的超標 都那麼重要 但是它有十一樣東西超標 變成了 你說我交了這麼多稅 還有屋倫的稅和三藩的稅 接近的 不是說那邊半價 那樣也不同 距離差那麼近 但是水質差那麼遠 一個就沒有那麼高 但是呢就多這麼多東西 怎樣呢 所以你要處理這些水呢 都要想一下 那塊東西買回來可以不可以的 他說一衝進去 就出來已經很好 人家外面的天 那些山都要用這麼多時間 你告訴我海原水後 就馬上噴出來 還有還有 就是萬一那些東西 譬如要換Filter的時候 我走去 你知道華人是很厲害的 很多時候就節省 打算用耐多一點點 為什麼那些東西就流下來 那就是很大件事的 是吧 所以你要知道 你住的地方是哪一個地方 譬如有十一樣東西超標 會不會塞得快一點的 那你要問一下 賣Filter的公司 多一點東西塞得快一點 還是同一樣東西高一點 塞得快一點 你這樣問一下 你不問它 它又不回答你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變成 你問說 是啊 酸醋是否可以洗走農藥 是可以 鹽是否可以 不過就是 有些情況 某些成分 是經過碰過酸 或者碰過鹽 它會生產變成做些東西 所以你要看那些什麼成分 在那些什麼 那些水裡面 是不是 是 如果其實買一些 過濾的一些工具的話 或者那些配置 其實大家可能真的可以上網看一下 接著就問一下供應商 因為很簡單 大家買Filter 或者是軟冷水 或者之類的 想喝到一些優質一點的水 令家人健康自己又健康一點 通常我們都是 只有幾個方向 第一提價錢 好 第二就是看那個 那個 濾心 就是那個Filter裡面 那個 幫你填那個髒東西 通常這個濾心 就會是 可能有些說 可以是用 兩個月 有些是半年 有些是一年 這樣 這樣就看這個價錢 那那個濾心 基本上我可能 以大家買的認知 可能是看說明書 或者內容 都懂一些的 就是這樣 但是通常都說 原來這樣就要換 這樣 只是想著過濾了 就安心了 那看來 大家如果選擇一些 相關的一些 濾水的 一些商品的時候 都要看多一點點 還是會不會有些東西 我們加回 或者減回 會好些呢 當然可以加 亦都可以減 減接觸 如果當我住的地方 是很高的 減我的時間 住在那裏 就已經 當時不同了 我多些回到香港 去一些地方 我就已經不同了 對吧 如果你經常住在那裏 那你又不理他 那些東西都進來 就是樓價這樣 樓價貴 所以這邊的朋友 住遠一點 這樣開車 一個小時的車 所以你 那些人不只是喝水 你可以喝牛奶 那又會不會幫到 很多人 你會發覺 如果你食物中毒 或者吃了一些 安眠藥 或者什麼 你會見到他在上面 當然要怎樣去保護那個人 急性 多喝牛奶 他會這樣說 我想牛奶 是有些 這樣的歷史 在裏面 當然可以長期去到農藥 又不可以 所以不可以 只是說 喝點 但有什麼可以的呢 就是蘋果膠 我剛才最後 訂給你 果膠 果膠 它證實了 是多少年份 證實這件事呢 是1997年 Nagayama 你知道日本是很多農藥的 所以他們 是 而且很流行用這些東西 他們發現了 如果用果膠 是可以去到農藥的 是 所以用果膠去清洗 還是煮 還是怎樣 果膠很貴 所以沒有一個來洗菜 沒有人去 沒有人去那些東西 當然是可以的 但是喝下去 去到身體裏面 那些農藥 減低 要扯走它 日常喝 是有很多很多數據 是說那些人喝了 發覺 嘩 本來呢 經常哪裏悲 哪裏有些怪怪的 和神經線有關的東西 通常我聽到他們 之後他們說 喝了蘋果膠 一蘋果膠二組 但是橙的膠 橙你也知道 會影響康復能力 那你雖然可以去到農藥 但是影響出你的康復能力 那就不太好 但是橙的膠 都是可以去農藥的 即是全部的膠 所有都可以 不過蘋果 在橙裡面 和其他生果 第一 二製造 和它是 分量多 和你做洋蔥膠 你看洋蔥 洋蔥很少水分 但又很大塊 然後你全都放進去 煲得多一點 但洋蔥膠 就可以對暖手暖腳 它有這樣的功能 蘋果就沒有這個 但蘋果的膠 不貴 每隻蘋果 有時候有酸的 青蘋果 特別多 所以你可以一整 把蘋果放進去 基本上 那個概念就是 去掉了芯 因為芯 那些蘋果核 有些沙納 你又不想做這些 拿走它 然後最重要 不要用鐵鍋 除非你不介意 鐵質進去 蘋果膠 是會吸收一些東西的 所以如果你用鐵鍋 它會吸收鐵粉 我們去到最後一段廣告說話之後 我們回來再說一下 我們今天的題目 好 你想生活 要多點顏色 無論任何顏色 材料、價格 紅年都可以幫你 顧客可遊覽我們的網站 所以 浩坑說 夠不夠說 其實是不夠時間 說完 我用現在的廣告時間 說一下這個 自己可以查一下 就是Pactin 對於這個農藥 1997年已經有很多根據了 平時喝可以幫助減低 我們不知道 你到處去 你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有些什麼在水裡 有政府監管 就可以登出來 但是它登出來 都不是即時的 都是 譬如兩年前 現在是怎樣 通常都是高一點的 那你很難去定 而且你始終會出去吃飯 做那些東西 所以 果膠這個發明 這個發現 對於農藥 是非常之有用的 剛才說睡眠窒息 或者甚至百甘信 都是影響一些男人的 你影響男人 多於女人 還有影響都很大 因為很多東西都會影響 所以 如果你能夠 減低農藥影響 對男士 和關心他的女士 是非常之重要 中國文化大會宴 開始接受報名 民警假期一年十一日 帶大家到中國 瀏覽中原古都 欣賞洛陽茅丹花 品嘗美食文化 特別為青島聽眾讀者 瀏覽安排 少林寺 登峰 洛陽 西安 湖口 林墳 平遙 全程入住當地最好的 特色酒店 和國際五星級的酒店 特別安排 和洛陽半水直 唐歌舞 餃子宴等 還贈送 學麵食活動 華夏鼓樂表演 綁了這麼久 什麼時候出發 4月15日出發 只是3888元 包括金山流回機票 還能夠體現中國高鐵速度 長程整治電 文極佳琦 415 876 7888 876 878 876 878 青島中文電台 SFCVIC華鳳房客中心 6808 8866 650 808 8866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剛才 就接到時錄講了 關於農藥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有些 果膠就可以排出來 小博士 我們現在的時間 大概還有五分鐘 有沒有什麼提醒 在今集的內容方面 大家明白了 農藥的影響 特別影響男士 多於女士 在我講的那兩種 那兩種就是 百甘信和睡眠窒息 但有些東西 都會影響女士 多於男士 就是生不生孩子 還有健不健康 小朋友 這些都是和農藥有關 那哪種農藥呢 是主打呢 我就講起一件事 就是這個 直接影響膽固 上了政府新聞 上了那些 就是那些不黏底的鍋 是一種農藥 包括擦手指甲油 甚至牙線 都有些成分 還有去塗上眼 例如眼眉毛 都有些成分 消防員 通常都會有這些 防火的物料 都有些成分 包括農藥 這個叫做PFAS PFAS 你打上新聞 你會見到 美國政府現在都很頭痛 因為全部發現的水源 特別在一個報告出來 就是在這個 芝加哥那邊 他們登了出來 就說不但會影響膽固 還改了肝裡面的酵素 影響荷爾蒙 還有會令到甲藏線 甲藏線的上上下 即是上落大了 還有會減低女士 可以生到小朋友 這個呢 在這些水裡面 是出了大問題的 嗯 是的 但現在聽下去 你想想一下 連牙線 即是不僅是食物 用的東西 都是出現了這個成分 是的 還有地毯很多 即你一買到地毯就有了 所以呢 有很多人就索性 知道了這些東西 就問我 他說 是不是不買地毯好些 是 不買地毯好些 舊些的地板 好過新的地板 因為新的地板 有很多東西在裡面 還有你都要問一下自己 就是你是不是在那裡睡的 如果你在那裡睡 那就不同 你說買了來 間中去一下那些 那又不同 但如果你經常在那裡睡在上面 那就真的要注意一下 那些成分 你的身體會不會對那樣東西過敏 即是敏感 如果有些人是百度不侵 用了之後 都未必要負責的 即身體未必要對負責 但是 有些人 小小的都是死亂塌 那你當然要小心 那些東西 所以要問一下你自己身體 對於那種成分有幾大反應 嗯 是的 是的 那麼地毯 那方面 譬如你自己清洗都沒有關係 你剛才說的 睡在地毯上面睡覺 還是沙發那裡都會有影響 是的 我有20年沒有買過地毯 就是這樣的意思 哈哈 是的 是的 所以你家裡一張地毯都沒有 一張地毯都沒有 沒有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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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外面也有 放在外面也有 是的 除了地毯 譬如牙線那些都有這個成分 那麼 在我們買東西那方面 譬如用 其實現在 如果我們聽完整個節目裡面的內容 有很多東西是避無可避 不是 有些牙線是沒有coating的 那些會更好 是嗎 也有些牙的 叫做督督 那些是督督 好像牙籤 不過有些毛仔在旁邊 那些就不用牙線 嗯 是 有毛仔那些 我也有用 還有我們可以用一些噴水的東西 可以噴了一些東西在裡面 牙瓦中間 也可以 這兩樣東西就可以代替 不過就不會回到牙線有coating 是的 嗯 很好學習我們從軟爛水 講到我們弄藥 或者是果膠這樣 就是 形形種種不同的題目 或者我們不同的數據 其實都是環繞著我們 生活上面的一個提醒 不同的區域 有不同的一些水質的問題 但是要留意著的就是 究竟你的區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例如是否工廠多些 例如是 會不會是之前 譬如天氣那方面 其實可能有時候你自己都會知道的 譬如你留意一下那些排水位 留意一下你家旁邊的東西 就是除了乾不乾淨之外 那可能呢 都會是有少少少東西是看到的 再加上我現在生活都是的了 買了很多檢測劑 就是不是驗covid那些 我們有空就放一下 選擇到pH值多少呢 有沒有什麼變化呢 有變化就去跟家人商量一下 大家從一些數據裡面 可以和趙博士 就帶了很多資訊給大家 但是大家呢 在生活上面呢 應該用一些資訊提供的內容 令到自己生活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趙博士 我們星期五再談好嗎 很快 現在連續幾天 星期五再談 拜拜 拜拜 字幕声音ными 完全希望帥子 頻道 在這 schema 在那裡 mouse 雖先講 因為剛剛很急 因為praum 現在把那些工作提供 然後叫作新聞 interviews 拜拜 好的 很可愛 何鏗說夠不夠港, 港了二十幾年都還是夠港 如果我們選擇去裏面, 某些情形, 例如白金遜病那些情形 或者甚至說, 明天就說睡眠窒息, 和衛宜那裏 其實是說不完的, 究竟為什麼那些膽固醇會提升 當有PFAS在水裏面, 究竟買哪裏是重要和不重要呢 這些東西如果全部不看, 就真的落地生根 接著在那個位置, 就繼續影響你, 影響你身體, 影響你附近 我都說了, 剛才說兩個ZIP Code, 一個就是Oakland 94501, 以及另外那個三盆市 其實那個分別在稅, 稅的數目不大 但是既然呢, 可以那個 幾多的成份在水裏面影響, 可以很大 那做人就真的要看得很小心, 去問去選 如果你不問的, 你不看清楚的 好像有一個考試, 你不問老師會考什麼的 你不問的, 可能要讀多很多東西 讀多很多冤枉的東西, 都不知道 分分鐘還考得不好, 因為你讀完 但是同一個集中下去, 他想你知道的東西 就差很遠了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對PFAS有影響的 那你不一定要在PFAS那些成份裏面 那些產品裏面去避免 如果你是對剛才我說的那些成份 譬如Haloacetic Acid 你是對那樣東西很有問題 那有什麼問題呢? Haloacetic Acid就是Cancer Cancer Risk 如果你是很怕有Cancer 那你就去選擇一些地方 Haloacetic Acid 你看Zip Code 美國就可以看Zip Code 那是其他國家 你就要用其他國家的方法 去看一下 那些, 你要留意一下那些人是怎樣 你留意到那些人是怎樣 你會看到, 哇, 他老得很好 他老得不健康 就不像我一開始這個節目 Haloacetic Acid 我吃了飯了嗎? 吃飯定時 其中一個因素 但如果是小的因素 而大的因素就是 他吃什麼 自動早 定時和不定時 是很小的部分 吃什麼是大部分 如果吃了不健康的東西 其實你節食 你會忽然間發覺 不吃更健康 現在不是定不定時吃 是沒有吃到 一天裡面吃一餐 或者整個禮拜都節食的 有很多數據走出來的 那些人走出來說健康了 那些人多了精神 當然是多了精神 因為你本身吃那些東西 是有農藥的 農藥是會影響一些蟲 因為我們人類是很特別的 誰搞我的食物呢 我就要拿牠的命 既然那些蟲 和那些東西會影響牠的 我們便去處理它 因為世界的想法 世界要製造安全 就是食物不能貴 食物不能貴 所以就一定要控制到牠的糧 分量 如果可以放久一點 又還能吃的 那當然是好 那又要防腐了 否則那些東西會壞 為什麼那些東西會壞 因為牠被侵蝕 而那些東西吃完牠 還會把東西拿出來 比如小個便 大個便 走去那裏做些這樣的事情 什麼會做這些東西 毛霉菌 細菌 這些全部 大健一點的就是蟲 又會帶多些菌 當然會影響那些菊 影響糧食 但是我們人類很喜歡吃這些糧食 特別甜的食物 我們很喜歡吃 甜的食物 也是會惹蟻 惹蟲 惹很多東西 甚至在我們身體會製造鹽症 因為很多甜份的東西 是由粟米到來 所以當你一明白了那個提煉 和那個根據 然後你明白它的包裝 有時候包裝都要特別處理 否則那些東西會壞得快了 而那個不黏的包裝 原來有了這個PFAS 那這個就是個問題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 或者甚至做出來沒有東西 不過原來放在運輸那裏 被太陽曬著的 或者是某些情形 是要處理的 例如你住一個地方 全部很多老的 那些老的要吃很多藥的 那變了很多時候 就不是一兩粒那麼簡單 就是整個十幾粒 那經過完肝 提煉了 那原來它會化了 它不會化到沒有的 化到它切了一半 切了四分一 即是一塊塊的chemical 現在切開了 去小便 去大便 去水裏 那些水質 還有那些 那些沒得看 是因為沒有人去驗那些成分 只知道是有的 驗不行 所以 因為太多品種 每個人的肝功能都不同 那變了如果我們驗那些更得了 所以 所以我們是沒有驗這些的 這個是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很多人在種植裡面 就在想著 吃有機 就一定完成了 但是那些水質 沒有完成 有機也都不是完成了 因為 因為是只用價錢 去避免 吃一些東西去避免它 但是沒有去想到 那棵菜是有機的 但是它有沒有營養的 有 因為有營養的科技去監管 可以看到 它有多少維他命 它有多少礦物 但是那樣東西 是不是包括所有的營養 譬如如果一種東西 是一樣那麼多維他命C 它應該叫做同一個名字 但是為什麼會 叫做第二種名字 譬如藍莓 為什麼叫藍莓 橙叫橙 或者很接近某些成分 但是它一定是有其他成分 是我們沒有注意到 所以呢 那些就沒有標榜出來的 接觸那些成分 好那方面那些成分 有沒有影響我們身體 影響我們的反彈力好了 令到我們康復能力好了 高了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當我們去選擇食物 而我們通常去地方買菜 買水果那些 不是新鮮拆下來 已經是等了一段時間 那麼有些數據呢 就是講關於一些人 如果他已經在身體裡面 很需要康復 癌症的病人 有骨質疏鬆的情況 或者甚至荷爾蒙開始有變動的人 其實他應該吃些什麼生果 和什麼的蔬菜呢 第一,那裡沒有調整到 因為你去買的時候 通常都是只有幾種而已 第二樣東西就是 當你去接觸那些食物的時候 不需要太多營養 就令到菠菜綠色的 但是它有沒有那種生命力 它吃了下去會不會令你康復得好些 它的味道是怎樣的 有看到的 因為在那個植物裡面的世界 種植的世界 很大部分是要看農夫也要賺的 然後賣去那些不同的機構 他也要賺 那賺賣賣賣 有沒有問題去影響到 可能一般的人吃下去 如果他身體沒有這個負荷 他吃下去可以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他有了負荷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繼續吃這些菜 還有有肉類的菜 其他東西 行不行的呢 這些數據走出來 就比較震撼的 比較震撼的 就是不足夠 不足夠 這個就是令到我們開始想起 為何會不足夠 第一是因為那個 profit 第二就是因為農藥 種植究竟應不應該要用這麼多農藥 而我們沒有看到這個監管 我們只看到 大家 就是叫做majority要用的 所有人要用的 當然要看營養和價錢 是否足夠 但是其實我們有些人 是應該要再分類 我們接觸些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個病 或者我們有個過敏 對某樣東西 明天早上 我和惠儀 即是我的早上 香港的晚上 我就會針對這個 這個睡眠窒息 去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問題 就是究竟 睡眠窒息 好像很簡單 其實他們是否需要 再分類吃什麼 來影響到自己呢 那些數據又是怎樣來呢 明天見